这两个明星的出现 让浪琴的粉丝又多了一批 刘行李 天人书记得起 上期我们介绍浪琴的 先行者非凡计时的时候 感谢大家踊跃参与 我们在评论区 在弹幕上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反馈 挑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 跟大家交流一下 上期我们讲浪琴非凡计时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Whitner 这个是什么意思 Whitner我是在瑞士参观的时候 见到了这个名字 查一下资料 发现他是一个在20世纪初 就移民到美国的一个瑞士人 他当时把最好的瑞士的表 拿到美国去卖 后来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 他专门向那些喜欢探险的人士 提供性能可靠的腕表 其中主要的品类就是浪琴 还记得我们说浪琴 先行者非凡计时的博德 那个美国飞行家 他当时就是从Whitner拿的货 拿的这批浪琴表 另外我们在更早的时候介绍浪琴先行者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女飞行家叫Emily 这个Emily的浪琴表也是从这个Whitner拿的 所以你看啊 这个表行都是很有历史的 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见证啊 浪琴在为探险人士提供万表这方面 还真是挺有历史的 这些实物呢 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看到 还记得我们上次讲浪琴先行者非凡计时的时候 提到了浪琴为探险家提供这各种表款的历史呢 当时只是一个图片啊 现在这里有实物了 一个一个的都呈现在咱们的眼前啊 大呼过瘾 有人说浪琴的先行者非凡计时 如果做的更薄就更好了 我觉得这个要求还是说明大家对浪琴很有期待的 浪琴的机芯品质 又是浪琴的专属机芯 还有悠久的探险传统 三万多这个价位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可以做的更薄啊 但是我觉得它在这个机芯品质方面 在专属机芯的保有性方面 甚至是在价格方面 一向擅长做优雅造型的浪琴 做的已经不错了 关于这个表的厚度问题啊 大家是公说公有理 公说朋友理 我本人已经试大了这款表了 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想仔细看的话 还可以看我们上期节目 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 今天可以找两个名人 给你绣一绣这个铜款 就是潘岳明和袁红 看看他们戴上效果怎么样 让我们大家再次用热烈掌声 来欢迎各位四位嘉宾 我觉得装装也好 修衔装也好 都特别加分 仙龙对我们来说 他应该是敢为人仙 能为人仙 力如刀锋 看了潘岳明 看了袁红 他们带这个浪琴的非凡技师 效果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明星的出现 浪琴的粉丝又多了一批 浪琴的活动就先说到这里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观众我们 感谢大家的陪伴 点赞 关注 评论 互动 更赞 谢谢大家